汉元帝刘氏 汉元帝刘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 他一方面任用贤能 另一方面又任用奸宁小人当道 而自己呢 又是软弱无能 使得父亲宣帝刘荀传下来的一片大好基业 竟在他的手中开始断送 也不知道这个刘氏在九泉之下 是如何有脸见父亲的 汉元帝也许只是从祖宗十八代身上 继承了软弱的一面 而未能学到像刘邦刘彻等人残酷的一面 汉元帝这个柔弱君王 成了后代君王学习儒术的一个反面教材 作为汉宣帝刘荀的长子 太子的这个位置 刘氏自然是当仁不让 公元前四十九年 宣帝逝世二十七岁的刘氏即位 这刘氏啊 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之害 长大以后 更是将柔人浩如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看到宣帝治国重用刑法 十分不忍 于是劝谏汉宣帝说 陛下刑罚太深 一用儒生 宣帝听后 怒行于色 认为汉朝历来杂用霸王二道 刘氏偏好纯儒 恐怕是一个性格如若 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 他担心刘氏不能继承重任 便有意更换太子 但是呢 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 刘氏的生母许皇后 所以他一面叹息 乱我家者 必太子也 一面呢 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氏 没想到就是他的一念之差 就把大好的西汉江山 交给了这样一个败家子 果然 继位的刘氏放弃了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 重用经学 独尊儒术 尊师崇儒 汉武帝提出的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的方针 终于在汉元帝身上 得到了贯彻实施 自然 他的师父和儒生 就成为朝中重臣的多数派 宣帝临终之前 曾嘱咐三名大臣辅佐朝政 一名是外妻史高 两位呢 是刘氏的师父 萧望之和周刊 萧 周二人呢 本就是刘氏的师父 又受先帝遗诏辅证 所以 这刘氏继位之初啊 接连数次召见 萧 周 研究国事 讨论朝政 这充分体现出 对师父的尊重和信任 刘氏大力地任用如生 博学多才的大儒 刘相和钟正耿直的经厂 刘氏均为以重任 并特赐随便地出入境中 参与机密之事 刘氏继位不久 听说狼牙人王吉和贡宇 是儒家大师 就特派使者 召来京城做官 王吉病死 在了赴京途中 贡宇呢 入京败为贱大夫 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 位列三公 为了发展儒学 重用儒生 刘氏曾经一度指令 京师大学的博士弟子 取消定源限制 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 均免除兵役和姚役 刘氏在位期间 重用的大臣 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不过 这话又说回来 汉元帝启用了这么多儒生 倒也有不少是性格耿直 敢于直见的人 虽然汉元帝有时啊 心生不满 但毕竟自己重儒 因而对于直言极见的儒者 多不怪罪 儒生薛广德敢于直言 有时候 甚至搞得刘氏很难堪 有一次 刘氏出宫中 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 忽然产生了 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 打算呢 放弃桥渡的线路 改坐楼船前往宗庙 薛广德拦在刘氏前 脱掉帽子 恭敬地跪在地上磕头 要求刘氏从桥上通过 刘氏让他戴上帽子起来 薛广德说 陛下不听围臣规见 臣将自吻 用鲜血污染车轮 那时 陛下就不能进庙去击败祖先了 刘氏听后很不高兴 光露大夫张猛对刘氏说 陛下 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 才会有敢言的直臣 乘船危险 走桥安全 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 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 刘氏瞪了薛广德一眼 于是从桥上通过了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 汉元帝在深受儒家思想 桎梏的环境中 要想有点脱离传统的创造性作为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汉元帝尊师众儒 但毕竟自己还是一个皇帝 在处处受儒生牵制的情况下 自然想找一些 能够陪他一起玩乐的小人 而这种人不是小人 也是奸臣 自然就有一批小人 集中于朝廷的要书 史显就是其中的主要一个 他依靠刘氏的宠信 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 一直到成帝即位 史显出生于世代书乡的大地主家庭 少年时因犯法而受到攻刑 不得以入宫为宦官 他嘴唇灵活 头脑狡猾 内心歹毒 不但精通朝武 左右逢源 而且能用心机和语言策探出 皇帝尚未名讲 或者难以言传的内心含义 凭借着这套本领 宣帝末年就已经混上了一个中书仆叶 并与中书令红公结为了党友 到刘氏即位时 史显已经是一个饱览患海臣服 和官场事故的钻赢利路的老手了 他很快就赢得了刘氏的欢欣和宠信 随着宠信加深 中书的权力日渐增大 自然就会与那些所谓的儒家忠臣产生了矛盾 于是 朝中形成了以鸿公时显为首的中书势力 和以肖旺之周刊为首的儒家势力的对立局 双方明争暗斗 愈演愈烈 肖周二人向刘氏提出 废除中书机构 试图根除时显等一伙 夺回朝廷大权 刘氏性格柔弱 因此采取折中的态度 对废除中书之意久制不绝 而时显红公则及时行动 数次设计 先是逼肖旺之自杀 而后又气死了周刊 虽说这刘氏啊 怜惜师父 而且还把周刊的职位加在了时显之上 但是最终还是中了时显的计谋 从此 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 更处于被动和困难的境地 汉原帝在位期间 他也采取了一些政策 稀图振兴国家 但是中阴击毙太深 刘氏本人又软弱无能 宠幸奸臣 未能如愿 刘氏继位之初 他的师父和群儒纷纷敬见 要他敬奢靡 行节俭 供与即止出 高祖闻警之时 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 就马百余匹 后来日益奢侈 后宫子女竟达数千人 就终之马达数万匹 上行下校 诸侯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 富豪者的歌女也有数十人 这造成了天下内多元女 外多矿夫 他建议刘氏 首先从自己做起 成为节约的表率 以此来纠正社会的奢靡之风 在贡语的规劝下 刘氏在皇室范围内 先后采取了许多节俭的措施 但是 这丝毫也不能改变 西汉王朝的没落 刘氏曾经减少刑罚七十多项 并连年大赦 但是 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 相随入狱 盗贼满山 社会治安极为混乱 节俭方面 刘氏虽然做出了不少示范动作 但是奢靡之风 有增无减 由于击中难返 刘氏也是别无良策 振兴乏力 再加上宠幸奸臣 所以 这朝纲不整 地方励志败坏 以致贪官暴敛 酷吏横行 哀嚎遍野 民不聊生 西汉王朝 只有向下坡路滑去了 这刘氏做太子的时候 姬妾美人众多 可是他独宠司马良帝 这司马良帝去世之后 刘氏这个性情中人 还能做到用情专一 从此不再亲近众及切 宣帝刘寻无奈之下 选美女王正军入宫 也就把后来 灭了西汉的王室外妻集团 推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王正军呢 注定要成为 王室外妻集团的创始人 只陪伴了刘氏一夜 就怀上了刘傲 这刘傲诞生后 宣帝非常喜爱 亲自给他起名为傲 长留在身边玩耍 刘氏即位后 自然就把这刘傲立为太子 立王正军为皇后 但刘氏并不爱他 所以王正军 很少能够亲近刘氏 到了晚年的刘氏 不亲政事 贪图安逸 他不喜欢皇后 而太子刘傲 年少时还能喜好经书儒学 后来却贪恋酒色 刘氏发现 自己的儿子 不能将自己 独尊儒术的方针继承下去 于是就不那么宠爱了 这时 刘氏爱的是傅昭仪 有母及子 自然对其子刘康 也是非常宠爱 所以生了一仪之念 公元前33年 刘氏病重 傅昭仪和刘康尝试左右 而皇后王昭君和太子刘傲 惜得境见呢 刘氏几次问尚书 关于景帝废除太子 而立焦东王刘车的就力 打算一处 皇后王昭君 太子刘傲和刘傲的舅舅王凤 日夜忧愁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使单是刘氏的亲密旧臣 能入境中看望刘氏 他趁刘氏独寝时 静字地闯入卧室 跪在刘氏面前哭诉说 皇太子以嫡长子 立为太子已有十多年 明昊在百姓心中 天下无不归心 现在鉴定逃亡受陛下身宠 纷纷传说 陛下打算一处 道路流言 满城风雨 若果有此事 宫卿以下的满朝文武 必定以史相争 拒不奉照 愿陛下先赐臣史 以示群臣 这刘氏啊 本是一个人柔的皇帝 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 又觉得这使单言辞恳切 深受感动 于是说道 寡人的身体 将和日下朝不保夕 然而 这太子和两王年少 我怎能不挂念 不过 我并没有异处地打算 况且 皇后是一个宽厚谨慎的人 先帝又喜欢奥尔 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你都是从哪儿听到这些闲话的 史丹借着刘氏的话茬 连连叩头说 于臣望闻胡说 罪该万事 刘氏说 我的病日益沉重 恐怕不能好了 你们要尽心地辅佐太子 不要让我失望 从此 刘氏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当年五月 刘氏始于为阳公 在位十六年 终年四十三岁